大家好 我是李双林 我们今天来学习悬空风水如何排盘 那么我们学习悬空风水第一步 首先是要学会排盘 当然的话现在也有很多手机软件 我们是可以用的 就是用软件我们可以直接排出来 但是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那么你在运用的时候 往很多地方你想不明白 那么我们在学习风水排盘的时候 首先我们要了解三元龙 三元龙就是把二十四三分为了三个龙 一个是地元龙 一个是天元龙 一个是人元龙 二十四三就是我这里写的这二十四个 二十四个分别 它是由十二地支十天干和四个维度 就是说四个卦组合而成的 那么我们要学习一下 比如地元龙呢 甲 根 丙人 陈虚 丑味 都是地元龙 那么前面这个呢 它是羊 它是羊龙 后面这个它是阴龙 大家一定要了解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人天元龙的话 就分乾坤 耿迅为羊龙 那我们这里画一个线 乾坤 耿迅为羊龙 植物 毛友为阴龙 人元龙的话就是云生 丝害为阳龙 贵丁以兴为阴龙 这个知识我们是需要背诵的 就是你要把它背下来 要记下来 因为我们在排盘的时候 要找天元龙对应的天元龙去找 地元龙对应的地元龙去找 所以你至少你要知道哪一个是羊 哪一个是阴 我们可以 就是说这个什么龙量 我们都可以先不着急去记 我们有一些方法的 但是它是阴还是阴 我们是一定要记住的 因为你这个不记的话 你是没法排盘的 那么第二个知识 这个是第一个基础知识 第二个基础知识的话 就是我们要看到楼盘上 这个挂 每个挂位所对应的 有哪些三 就是一挂管三三 他一个挂 他要管了什么 三个三 一挂管三三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说一个挂 这个挂他到底管哪三个三 比如说坎挂 我们看坎挂 就是仁子贵三个三 然后这个更挂就丑跟银 这个正挂的话就是甲卯仪 迅挂的话就成迅士 离挂士丙武丁 坤挂士为坤生 有挂士根有心 前挂士虚前害 然后到坎挂 就是这个我们是一定要了解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如果不知道一个挂 挂类到底有哪些三 你根本就排不了 那么过后我们就是给大家讲一些实力 然后给大家排一下 各位就明白了 我们首先画一个景之格 景之格呢 代表的就是九宫啊 九宫 代表是九个宫位 那么风水学 它是一个空间学 空间学它肯定就跟这个宫位有很大关系 每个宫位代表一个挂 这个是离挂 这是离挂 这是坎挂 这是更挂 正挂 逊挂 坤挂 对挂 拳挂 所以每个宫位它代表一个挂 中间的话 它是五黄位置啊 我们也把它称为这个中 中宫的位置 那么中宫呢 它也是有新的 也是有飞新的 那么我们排盘的第一步的话 就是先要排什么运盘 就是我们先要排运盘了 运盘 运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房子啊 修建在什么时候 就是什么运 那么运的话 就是讲的这个三元九运 三元九运的话 一元它有三个运 三个元就是九个运 我们现在处于下元八运 就是从2004年开始啊 然后到2023年 这个阶段修的房子 都是八运的房子 我们就以八运为主啊 然后我们首先要排运盘 这个叫运盘 运盘的话 我们一般是大写 为什么要大写呢 它没有什么要 就是说没有什么规定啊 大写只是用来方便区分 三盘和向盘的 用来方便区分的 我们在看的时候呢 如果你全部小写 你就容易看错 那么大写就不会看错了 那么运盘的话 它是一律顺飞的 我们在飞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要学习 这个公位的一个飞行路径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要看一下这个飞行路径 这个是不会变的 八飞了就飞九 就到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就飞到这个位置 然后是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个就是八运的 八运 我们写一下八运的 八运的运盘 这个叫八运的运盘 那么八运的运盘呢 它在八运当中呢 它是固定的 它是不会变的 就是不管你是 不管你二十四三呢 是哪一个三 这个盘呢 它不会变 这是一个基础盘 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三 所推算出来的飞行 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这个叫八运 那么如果是九运的话 我们就把八改为九就可以了 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每个数字加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九运 那么一运就是一路东宫 就是运盘的话 它是一律顺飞的 这个叫顺飞 顺飞 那么逆飞的话 就是减 就是往后减一位 这个叫退气嘛 这个叫进气 这一律顺飞就可以了 顺飞的话 然后我们这样飞出来过后 这就是一个运盘了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什么排三星 我们把它写个三星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排三星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房子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朝向 就是我们首先要用 用这个罗盘呢 来测量 测量了这个房子的朝向 比如说我们测量出来呢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卯山有向 那么卯山有向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叫 就要在九度以内 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有罗盘的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 这个卯山呢 下面呢 它是有五个分金的 有五个分金 那么在五个分金当中 各位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画个图就明白 因为这个我在前面呢 是讲过的 但是现在就再给大家重述一下 这个叫卯山 那么卯山下面呢 它会有这个格子 有五个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格子 一个格子 它是三度 三三三三三三五十五度 就说一个三是十五度 一个卯是四十五度 这个就是总共有十五度 十五度的话 你看 就是说这个线呢 我们把它画长一点 这个线呢 在这个范围之内 这个范围内 那么它是九度 这个叫九度 九度的话 我们是用下挂 下挂 它是不需要替换的 就不需要替换 我们现在教的 就是告诉大家的是下挂如何排 那么如果超出了九度 比如说这个线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替挂了 替挂的话就需要换 那么我们比如说是卯三有箱 比如说我们排卯三有 好 卯三有箱 我们第一步 我们要找到卯三 工位 就是我刚刚让大家背的这个 一挂管三三 管哪个三 哪个三属于哪个挂 这个要了解 我们看到卯三 我们就知道是正挂 正挂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里 所以我们把卯三写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一般三的这一边呢 我们打个三角号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个三 我们要知道哪个是三 打个三角符号就可以了 标记一下 有时候忘记了 那么卯三的话 有像 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了 这个是固定不变的 那么像的话 我们一般是这个打个箭头就可以了 这个叫符号 这个叫符号 也可以不打 只要你的技术也可以不打 那么第二步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了 做相了 这个叫做相 确定了做相过后 我们就要排三星 三星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叫三星 三星的话 我们首先是把卯宫所在的这颗星给纳进来 六 纳到中间的左边这个位置 这个叫三星 我们把它纳住中宫 纳住中宫过后 我们然后来推算 这个六到底是进气还是退气 就是说直接顺飞还是立着飞 那卯我们来看 在这个天然龙 十种卯有 这里有一个卯 说明卯为什么 天原龙 天原龙 然后这个六代表的是什么 钱挂 钱挂所对应的二十四三 是什么 虚钱害 我们把它写下来 虚 虚钱害 这个叫钱挂所对应的二十四三 那么三是天原龙 然后我们在中间页也找这个天原龙 看见没有钱为天原龙 这个也是天原龙 第一阳的话 是以里面所藏的这个天原龙的阴阳来定阴阳 那么这个山是什么 阳山 是阳龙 看见没有 这里是阳 这个是阳龙 所以说我们可以确定三星是阳了 阳的话是顺飞 顺飞的话就是进气了 就是六过来就是七了 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 这个叫进气了 那么立飞是什么飞 立飞就是退气 不停的减 六五四三二一九八七 这样子的 就说不停的退 不停的退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三星呢 已经排出来了 这个叫三星完成了 第三步就是怎么排向星呢 排向星呢 向星的排列方法和三星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向星我们是把这个一百星呢 纳入到中宫来 那么一百星我们是同样的方法 这个有是什么 天圆龙 天圆龙 然后这个一是什么 砍挂 砍挂当中藏的是人 子 桂 然后在人子桂当中也是找出天圆龙 我们把这个记住了 植物某有为天圆龙吗 直接找植水就可以了 植水就是天圆龙 那么植水它是为阴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就叫逆飞了 逆飞是怎么飞的呢 逆飞就是1过了就是9 因为只有9个数字 123456789它重复的 它重复循环的 1过了是9 然后8 7 6 5 4 3 2 这就是一个 相对来讲 就是说非常完整的一个 宅盘 我们把它称为宅 宅 宅飞行盘 这个宅飞行盘呢 就相当于是一个房子的命运了 这就是房子的宅命 我们判断方式 我们就通过这个来判断就可以了 这个大家有没有学到 那么我们再举例子啊 比如说如果是五黄星进入到中宫 怎么怎么办 因为五黄中 它是没有挂的 那么五黄没有挂 那我们就以五黄所在的这个座山来确定就可以了 比如说丑山更像 丑山卫像啊 卫就在这里了 那么这个象星卫而纳入进来过后 我们直接看卫是阴还是阳呢 你看成虚丑卫为阴嘛 直接就是阴 就是五入中宫 四到这里 三到这里就立飞 如果是阳的话 就是五入中宫 六在这里 七在这里 八在这里 然后就这样飞的 大家能不能学到 但这个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要记住 所以飞行盘就这样排了 其实并不复杂啊 并不是很复杂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各位喜欢的话 可以关注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